HELLO 我是烏龜 本部影片是以測試服環境錄製 一切內容以遊戲時裝之後為準 隨著遊戲當中推出了新的暗影境地場景 現在也多了一個暗影境地挑戰 這個挑戰的內容是來自於熱身賽的決賽當中 Queen Workers的Gaku使用的部隊配置 來攻打Vertown PSW的防守陣型 Gaku所用的部隊配置是帶上了一罐補血法術的天女野豬 那我有稍微去看了一下他在決賽當中的進攻 甚至還扣了法術 充滿各種細節的Gaku進攻 如果是想要來操作業的話 我覺得要達到一模一樣的結果可能會蠻有挑戰性的 那最後我還是使用了跟Gaku相同的路線 但是微調了一些小小的地方 來降低我們操作的難易度 並且提升了三星的機率 這邊我簡單的用圖解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進攻的路線是如何 首先用氣球再加上飛艇來處理掉靠近7點內側 大約是火塔這個位置的區塊 包含了對方的火塔 還有女王和小王在內 搭配著狂暴的雪怪可以把他們全部都處理掉 在Gaku的進攻當中 這邊他是沒有丟狂暴的 我這裡丟下的狂暴可以確定讓雪怪來把女王小王處理掉 而且有很大的機會可以把現在看到的這個紅色區塊 靠近左邊的這座火箭也打掉 這樣子外側所遺留下來的一座江濃炮 就可以單獨用氣球把它給吃掉 減少一點我收尾的時間 接著在6點的位置下女王進場 讓他打掉6點鐘的法師塔之後 他就會慢慢的往右手邊走了 一路會讓他打到大本營的位置 當然要記得用超級大蛋人來幫他開牆 那為了要讓女王可以確定走到陣型的中間去 所以3點鐘的這個區塊就會交給蠻王來處理 這裡會選擇簡單的用隱密哥布林來斷邊了之後 下出蠻王來把3點的區塊清空 等到這些前戲全部都完成了之後 大約是在女王打到大本營的時候 天鷹火炮也差不多要醒來了 這個時候會從1點的位置下野豬還有大守護者進場 大約在12點的地方我是下小王進來的 準備要讓野豬還有小王 是一路從這個位置打到靠近9點鐘的區塊 現在就直接來看一場使用這個路線的進攻回放 來看看實際執行的情況是如何吧 一開始先在大約6點的外側下女王進場 這個位置不管丟幾次女王都是會往右邊走的不用擔心 然後在3點蠻王準備要進場的兩側 先用隱密哥布林斷邊 9點跟12點的外圍用弓箭手 還有小餐飲先把外側的東西打掉 現在3點的蠻王已經進場了 然後我趕快來看一下女王這邊 等一下即將面對到蠻王 所以我在大約7點的位置丟下了氣球 還有攻城飛艇之後 我就馬上回過頭來丟一罐狂暴 再補了殺手給我的天女 接著另外一罐狂暴丟給我的攻城飛艇 這兩罐狂暴在嘎苦的進攻當中都是沒有使用的 當然啦 打蠻王這邊其實如果有順利的跟上殺手的話 應該狂暴真的可以省下來的 但是飛艇這邊的狂暴就真的讓我的血怪 把對方的兩隻英雄 就是女王跟小王都打掉了 而且把靠近左邊的火箭也已經順利的拆掉 現在蠻王開了技能 把3點的區塊清空了之後 我用超級炸彈人幫天女開牆 然後2點外側這個留下來的降弄炮 我要記得點一顆氣球把它給處理掉 現在我先專心的來看對方援軍的位置 然後丟出這罐毒藥 來讓女王處理掉對方援軍 好 2點的氣球補進來了 現在我的手上是捏著一隻弓箭手 準備要等這隻熔岩獵犬爆開來之後 把這個弓箭手放進來保護我的天使 接下來天女準備要靠近對方的大北營 等一下會面對到對方大北營旁邊的這座單體火塔 我的手上還有冰凍隱形跟狂暴可以使用 這裡我選擇使用的是冰凍來動住對方的單體火塔 而嘎苦在他的進攻當中是用了隱形 所以最後他扣了兩罐冰凍法術都沒有用 就完成了這個三星進攻 這裡我選擇用冰凍再配合狂暴 還有女王自己的技能 來把大北營跟後面的這個單體火塔給拆掉 接著從1、2點的這個面 下了野豬部隊進來跟上了大守護者 12點鐘則是下了小王進場 那第一時間在我的野豬部隊後方 也已經下出了收尾用的法師 現在打開大守護者的無敵 保護我的野豬部隊 在受到對方的法師塔 還有多體火塔的進攻的時候 不會全部都被秒掉 接下來拆掉對方的天音火炮 唯一的一罐補血就是丟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大約靠近對方的另外一座法師塔 跟多體火塔位置的中間 哇 這裡還有大炸 接下來我在靠近7點鐘的這一側 補了一個氣球進來 把剛剛說的這個加龍炮給點掉 然後跟上了法師提早幫忙收尾爭取時間 9點的內側還剩下投石機 不過我的小王技能還在身上 應該是沒問題的 9點的外側這邊是有一座血量高的水庫 我下了隱密哥布林把它拆掉 然後小王開技能 女王也開牆過來 一起合力把9點內側的投石機打掉 準備要收尾拿下三星 最後我是扣下了一罐隱形 還有一罐冰凍 跟嘎庫不太一樣 他是扣下了兩罐冰凍 差別是在於他在陣型中間的天女位置 是選擇用隱形來把他的天女給救下來 而我是選擇用冰凍狂暴再加上女王的技能 事實上在天女打大北營的這個位置的時候 如果你的法術用的不太好的話 很有可能會讓你的女王被秒掉 或者是身後的天使吃到大北營的毒藥 甚至是被天鷹火炮給砸死 但是不管你的女王有沒有活下來 其實都有機會可以拿下三星的 只要你們不要省你們的法術就行了 天女一定要好好的保護下來啊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暗影境地挑戰使用嘎庫路線的打法 如果你知道有其他更簡單的打法 或者是更厲害打法的話 歡迎留言跟我分享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次再見啦 掰掰